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法在第一时间中筛检出来 因而延误了黄金治疗时期实在相当可惜 讲就医的部分 那进到医疗的一个完整的服务呢 确定你的听觉的能力 也就是说你听觉损失的一个状态 程度还有种类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其他的部分就可以介入 比如说你的听力很重 我们在训练上有一些的问题 是不是应该有人工电子耳的介入 那这些部分呢 就在你被发现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所谓的听能管理 小朋友长大之后 首先面对的就是就学的问题 这时候只要和学校特教组 保持良好的沟通 家长不但可以清楚地了解 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生活状况 学校也可以提供家长 相关辅助服务的相关资讯 帮助孩子快速适应学校生活 之后再透过适当的口语训练 提高听损者的自信心 协助他们稳定的就业 这就是听损者最大的愿望 记者顾家梅黄宝通台北报道 听障朋友 如果能够提高自己的口语能力 对外界沟通也会更加顺畅 接着就带您去看看 到哪里可以去学习口语呢 听不到就代表话会说得不好吗 这可不一定 只要透过适当的口语训练 听损者还是有机会把话说得很清楚 目前在学龄前的小朋友 由雅文听语文教基金会 或是复联听证文教基金会 提供口语训练的课程 一般成年人也可以利用 医院的附健科进行语言治疗 只是身处早期疗愈空窗期的听损青少年们 要是想要改善自己的口语能力 该去哪边咨询呢 中华民国社区重点护理协会 他就有开这个口语的课程 都是免费的 帮这些青少年的孩子 做口语的训练 语言治疗师也表示 听损者越早接受刺激 口语的表达能力越好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这是训练听损者 口语能力的不变法则 除了免费的口语课程 适当的辅具当然不可少 现在市面上有许多相关的听力辅具 像是助听器 人工电子耳 调频系统 蓝牙无线助听器等等 都是不错的选择 只要好好的把握 听损者的黄金流预期 搭配适当的辅具 听损者也能说得清楚 让人听得明白 记者顾家梅黄宝通 台北报道 今天的手语新闻通就带您来认识听力损失 一般正常听力是25分贝以下可以听得到 如果是轻度听损 范围是在25到40分贝 此时如果有人说话轻声细语 轻度听损者就听得很吃力了 而另外40到70分贝就是中度听损 吵杂的环境之下常常会听不清楚他人正常说话的音量 而至于重度听损是70到90分贝 要大声吼叫的音量才听得到 而极重度听损是90分贝以上 几乎只对超大声的噪音有反应 有一些突发性耳聋的患者 听力丧失的程度不一样 但是多数人在就医的时候已经是重度听损了 接着我们就来学学分贝的手语要怎么比呢 我们可以照单字比出分贝 分开的分加上贝壳的贝就是分贝 不过听众朋友平常很少用到这个手语 如果要问对方听力损失几分贝 手语会比成听程度加上多少 听程度加上多少 这样您学会了吗 接着再来看看 今天武龙老师要教我们什么国际手语呢 开口微笑举手欢迎 二月零九一战奥运在台北 我是小叔 我是武龙 动动双手 大家一起来学国际手语 武龙 我在网路上看到听号的选手们 有参加龙舟竞赛业 对呀 选手们借此机会磨练自己的体力 我看那些队员他们跟着鼓手的节奏 游慢而快 哇真厉害耶 鼓手是一队的灵魂 负责掌握前进的节奏 动作一致才能够领先夺标 就让我们一起来学学国际手语 譬如说几股 慢 慢 快呢 快 嗯 台湾首语 慢 快 国际手语的笔法 慢 快 慢 快 国际手语轻松笔 听着奥运就看你 啊 终于 这个 终于 给 没 终于 靖尔 扭 扭 终于 扭 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